如果大家有follow開我們的channel 都知道我們的團隊 今年嘗試去參加一些公開的財務插畫師比賽 其中有一個比賽都是在幾個星期進行 我們其中一個合作夥伴就入到round 2 所以這兩個星期我們都很努力 跟他去設計個power point 怎樣在15分鐘之內有一個最好的演繹 要連襲 還有打後15分鐘評判問的Q&A 今次的比賽就是大會會出一個題目 而這個題目就是一個擁有3億5千萬高證席校戶 母太太、兩個小朋友、父母有限載 怎樣去跟他安排 子女教育基金、怎樣安排兩夫妻退休 甚至乎怎樣幫他安排全城 我們就要寫一些方案 設計了幫他用保單形式去開一些投資基金的戶口 而是用派息形式這樣給個投幫人 我們就預計這部分 評判有機會會是Q&A問的 為何不建議客人直接在銀行買投資基金 都是有派息的 為何要用保單形式去買呢 在銀行和保安公司都會買到有機會同一樣的 可能是BlackRock、貝萊德基金公司 或者摩根史丹尼、安聯 即是很多大型的基金行 都可以在保安公司和銀行平台裡賣到這些基金 而在派息基金裡 每家銀行或保安公司都有我們自己挑選 覺得優質的同期會派息的基金 派息的意思就是可能它一年的 我們叫Yield的指息率可能是7厘 然後將7厘除回12個月 每個月會派去給人客 等人客有些喜歡收息的人 感覺上就覺得好像 無論價格升升跌跌也好 都好像叫有息收 當然這些派息基金 他們那個價格升幅就不會說很高大 因為他們都要預留了資金 去預定其派息給人客 不過在這幾年市場上都受歡迎 如果當評判就是問 為何你要用保單形式去開投資基金 因為評判可能會說 如果那個投保人的丈夫 她在銀行開一個聯名戶口和太太 某程度上就算當老公死了 pass away 老婆都動到裡面的錢 應該不會凍結的 一般人這樣想 我們也要預計專業程度層次的答案 所以我自己也特別去請教我自己相熟的律師 那我就問我的律師 鄧律師 如果那個人客就說 因為跟太太或子女都好 有聯名戶口在銀行 而在銀行用那些錢去買基金 如果隨便一個走開了 是不是另外一個都可以隨時動到戶口裡面的錢呢 而是沒有法律責任呢 我跟律師說 我記得你之前說過一件事 其實每一個人未到父母走開那天 其實真的未必知道自己有幾個兄弟姊妹 那我覺得這個項目是真是很現實 我們都聽過有很多個案 可能去到領堂才突然間 有一個你不認識的人出來 他就說可能 原來都是你爸爸外面的一個 可能是私生女或者私生子 他就可能有機會來會大家去分 這個離世的人的遺產 那我也覺得是 在生真是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秘密 如果父母他自己在外面 有其他的私生子私生女 無論他知道或者不知道也好 真的在他在生的時候 大家一直都是不知道 但是到了pass away 如果他是有些資產的時候 甚至乎外面 就是各個私生子或者私生女 他們是需要經濟支援的時候 可能他們真的會出現 變成在遺產那裡的分配 就真的會有分別 你很多時候都會跟一些 有些資產的客戶跟他們說 無論如何都做平安子 但是做平安子都有機會有爭拗 就是減少的爭拗 不過在我們的角度 就是用保單的形式 就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現在嘗試 就是解答當評判 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解答評判 其實用保單的形式 去買投資的派息基金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保單是有指定的受益人 只要有死亡證 足夠的文件的話 那本公司就會結算那個基金戶口 一個月就會出到一個支票 而那個受益人 就可以有這個cash flow 但相反如果我們不是用保單形式 去做這個基金投資戶口的時候 在銀行屬於遺產懲罰 根據我的律師的指引 就算是聯銘戶口 另一半在生的另一半 其實在法律程序上 它都不應該再動用戶口裡面的錢 因為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有其他的子女或者親屬 突然間跳出來出現 如果那個人也沒有寫遺囑的話 那就會有遺產的爭拗 所以正常程序 就算是一個銀行的聯銘戶口 應該最安全的 都是假裝了遺產懲罰 確定了 分配好 才有遺產懲罰 去分配 究竟一個戶口的錢是可以動用 那就不會 萬一你動了 之後才有一個兄弟姊妹出現 就說要分 然後大家有很多法律程序 然後可能你又要拿些錢出來 那就無謂了 保單形式 寫明指定手的人 第一 我們不需要等待 因為如果就算有做平安寺 或者沒有做平安寺 等待遺產懲罰也好 最少都要六至九個月 最少最少 如果突然間跳出了 有不同 突然間外面有不同的兄弟姊妹出現了的話 這些錢就不知道要搞多久才能搞到 就算是聯銘戶口另一半 都不應該用的 有機會有法律責任 還有在保單形式的投資戶口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現在新式的投資保單 他們都會有一個105的死亡賠償 舉個例子 譬如他開一千萬買派息基金 這麼不幸 他突然間一個交通意外也好 突然間心臟不病發 走開也好 走開那一刻 當日的基金價格 就只是跌了10% 就剩下900萬 本公司都會以本金一千萬再加5% 是一個賠償的人 某程度上我們可以說 在投保人 如何走開也好 不管股票市場如何升升跌跌 環球市場如何 他原先去投資這千萬 是我們可以說 叫做保本 再加5% 當然 在保險公司 他們設定得有這個功能 就一定有 Cost of Insurance 保險的成本 人手的成本 但是 因為那個都不是很多 所以 Cost就會很低 但是 令到人客 就可以安心 就算 他是擅長投資 不擅長投資 或者他走開那一刻 市場是大塌市 仍然 結算本本公司 都會 以本金加5% 給他的受益人 結算戶口 那天 戶口值 是高於本金加5% 當然要比高於受益人 評判先生 你的憂慮 或者你的提問 是很理解的 不過我們真是 為了投資 心思熟慮 想清楚 怎樣保障到他的資產 留給他的後人 這個方法是最安全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們想到評判會問的問題 我想很多人客都不知道 究竟在保險公司開基金戶口 和在銀行開 當然你在銀行就很靈活 你隨時賣 拿出來都可以 保險公司通常 我們都有5年的限制 各有各不同的功能 看一個人客 特別是有些 比較年長一點的人客 更加緊張 就是萬一他走開 或者突然間有什麼突發 中風心臟病也好 他那個本金 是不是可以這樣 給後人呢 這個對於一些 比較年長一點的客 他們都覺得是安心一點的 將我們參加比賽 其中一個 我們猜到評判會問的問題 就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問題 再想問多一點的 可以DM我們 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 可以留言再問我們 下次見